今天已经把你以为记住了 该死的 你到底干了什么啊 硝烟打轩护法到底有多狂 没想到随便一招摇人大法就将斗宗凶魂吸收 之前还是不可一世的魂电护法 转眼之间秒变菜狗 画面回到半炷香之前 韩风竟然在魔眼谷召开联盟大会 目的只为拉拢黑脚玉强者对付硝烟 为了成功召开联盟大会 韩风竟然请来墨天行和鹰山老人 两人都是四星斗宗 如果两个老头站出来成场面 这场联盟大会一定会顺利进行 只是很可惜 两个老头各怀鬼胎 他们的目的只为菩提画指线 根本不在乎韩风和硝烟之间的恩怨 韩风话还没说完 硝烟突然带着一大群高手出现在魔眼谷上空 其中还有三位斗皇强者 这三人都是之前帮助硝烟打上云蓝宗的强者 硝烟提前放出狠话 这是嘉南学院和魔眼谷之间的恩怨 如果不怕死站出来帮助韩风 那就休怪自己下狠手 没想到花音刚落 精英二老竟然率先站出来帮助韩风出头 硝烟的速度很快 一个闪身冲过去就是一招猛男所候 两位斗皇巅峰的强者 竟然被硝烟一招拿下 在场所有人都被吓了一条 这可是斗皇巅峰的强者 没想到会被硝烟轻松拿下 有了这波杀鸡紧后 这群邪恶之徒的内心开始动摇 随后硝烟威胁墨天行 想要宝贝儿子活命 那就乖乖待在一边看戏即可 墨天行只有墨崖一个儿子 老家伙深知小一仙毒工了得 为了保住墨家唯一的毒苗 墨天行只能当场认怂 保证不再参与硝烟和韩风之间的争斗 眼前的局势对自己越来越不利 气急败坏的韩风只能请出幕后大佬 随后宣护法炸裂登场 怎么说也是魂殿护法 宣护法现身之后直接放出狠话 今日一定会收割硝烟的灵魂 宣护法之所以如此狂妄 最大的倚仗就是万魂式灵阵 阵法会随着冤魂数量的增加不断提升威力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宣护法竟然放出整整收集三年的灵魂 随着一大群冤魂袭来 所有人都陷入了死洞 硝烟深知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如果不解决冤魂 在场的所有人都会被他耗死 天火尊者告诉硝烟 冤魂最大的克星就是陨落心炎 随后硝烟释放控火斗技五轮力火法 这一招确实很管用 一般的冤魂都能轻松灭杀 看着一群冤魂被硝烟斩杀 宣护法彻底暴怒 接着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 动画这里做了一些删减 其实在这些冤魂之中 还有几个拥有斗魂巅峰实力的冤魂 冤魂可以通过互相吞噬的方式不断进化 最终变成一个拥有斗宗实力的凶魂 由于硝烟只有斗魂实力 就算施展五轮力火法也没用 关键时刻还得靠天火尊者出手才行 毕竟胖老头拥有八星斗宗的实力 对付一个刚刚晋升斗宗的冤魂绰绰有余 随后就发生了开篇那一幕 硝烟被凶魂吞掉之后 天火尊者竟然从内部吞噬冤魂 加上硝烟强悍的灵魂力 眨眼之间就将斗宗凶魂拿下 万魂是灵阵被破掉之后 宣护法也失去了作用 可恶的寒风下手狠毒 他竟然从背后捅了一刀 接下来 寒风会吸收宣护法的灵魂晋升五星巅峰斗宗 让我们拭目以待